任何问题可以牺牲解决 千万不要冲动 好吗 叔叔 你看这个照片 你看 萌萌当年确实是遇到了四郎 这才是他下车的原因 他不是什么自作自受 他是没有办法了 卑鄙无奈才下车的 这个照片就是证据 他是无辜的 你怎么知道萌萌的 我的辅导员就是萌萌的辅导员 我们找到了拍照片的那个人 他可以帮我们作证 你只要放所有人都下车 我就可以把照片交给警察 我们还萌萌清白好吗 沃清德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张成 我向你保证 我们一定会重新启动 对你女儿案子的调查 还你女儿一个清白 你明白吗 你们这么做 根本伤害不了那个流氓 这个人还在消耗法外 你们为什么要去死啊 我们现在有证据 可以还所有人一个真相 不要让真相被掩埋啊 那么久了 我有人相信的 我们相信 你也一定要相信警察 我们一定会还你女儿 一个清白 按老王